- 接下來進行到第二場的佳世盒 - 一場爽大賽事 - 由Lucifer 以及魔女花代表了我們這個Big Wave - 對上 再一次對上 藍蠻軍 - Black Hole 以及真雙拳豪 - 沒錯 又是一個兩大均衡的對決 - 好 這一次呢 - 由Lucifer 以及魔女花 - 搭檔過幾次的兩位新人選手 - 對上 Black Hole 以及真雙拳豪 - 相對來說是老手啦 - 是老手 - 在前一天的比賽 - 我們的Black Hole 打敗了這個Lucifer - 沒錯 - 小胖對大胖的比賽 - 對 - 那這場比賽小胖能不能多逆轉呢 - 吸取昨天的經驗 - 沒錯 也是教訓 - 不能再對Black Hole 所大意 - 沒錯 - 這個魔女花跟Lucifer 都是一位的新人 - 而且是相當看好他們的發展 - 是啊 - 接下來進場的是魔女花選手 - 魔女花昨天也是被虐得很慘 - 對 - 一直被抓小辮子 - 對 畢竟對上的是Joker - 嗯 - 所以說昨天的比賽也是魔女花吃了敗藏 - 是的 - 欸 我們這邊看到魔女花 - 吃了棒棒糖 - 吃了棒棒糖 - 然後依然綁著小辮子 - 可愛的小辮子進場 - 現在新人都是走萌戲風格的嗎 - 呵呵 - 都是裝可愛的 - 對 一個要比一個可愛 - 欸 - 欸 - 這是怎麼回事 - 哈哈哈哈 - 欸 - 欸 - 再 - 不然就無厘頭的跟這個觀眾跳舞 - 跟這個觀眾起舞了起來 - 你也想起舞嗎 - 這個魔女花就是走這個無厘頭風格 - 這個魔女花就是走這個無厘頭風格 - 欸 不過我們也好奇 - 他等一下會不會把這個棒棒糖給塗掉 - 是的 - 要在比賽前攝取一點糖分 - 讓自己 - 像 - 不會像昨天一樣續航力太低 - 昨天是有一點這個 - 打比賽打到後來軟掉的狀態 - 暴時戰爭 - Black Hole - 原來他們的對手也開始出場了 - 我們老手 - 同時是這個 - 代表南蠻軍的Black Hole選手 - 跟他的搭檔 - 真雙全豪 - 欸 結果進場的是黑色藍天 - 應該是他們畢竟是一個團隊吧 - 對 - 黑色藍天 - 帶Black Hole選手進場 - 應該會在場邊 - 關賽 - 不過我們也知道這個南蠻軍 - 有時候 - 在場邊 - 會表人的 - 沒錯 - 以後要 - 伴飛的動作也會繼續 - 所以Lucifer和模擬花要小心啊 - 呵呵 - 欸 欸 - 模擬花的無厘頭是好 - 欸 - 馬上被人家嫌棄 - 啊 沒關係 - 馬上找Lucifer抱抱 - 呵呵 - 現在都是走這個可愛風格 - 什麼特攻 - 是雙拳號 - 接下來入場是另外一位我們南蠻軍的選手 - 喔 伸雙拳號 - 昨天在 - 這個 - 阿永狗 - 以及J打的比賽之中 - 沒有辦法奪下勝利 - 今天會以怎麼樣的姿態 - 對啊 沒有奪下勝利 - 不過對於伸雙拳號來講 - 他已經成功了 - 呵呵 - 是的 - 第一次的能夠 - 和Z打選手來進行比賽 - 雙拳號來講也算是圓夢 - 沒有錯 - 得到心中的全世界 - 欸 那個時候 - 模擬花完全不按牌裡出牌 - 模擬花不知道在幹嘛 - 呵呵 - 加油 - 哇 這個 - 模擬花也真是有點 - 有點過分啊 - 直接到對方的陣營裡面 - 喔 然後這個時候 - 也是直接衝到你的陣營裡面 - 完全不可以對方面子 - 對 - 也不按牌裡出牌 - 這可能就是 - 模擬花的風格 - 無理頭 - 搞笑蒙喜風格 - 畫點點是圓圓的 - 可愛可愛的風格 - 奇蹟他的隊友 - 魔女花 - 瑪莉卡拉 - 瑪莉卡拉 - 瑪莉卡拉 - 為什麼要以日本人呢 - 紅色的惡心 - 這個就要 - 問他本人 - 瑪莉卡拉 - 瑪莉卡拉 - 瑪莉卡拉 - 他還在旁邊學這個 - Black Hole - 完全就是一個無理頭 - 不知道在幹嘛 - 真雙拳號射出了他的弓箭 - 結果 - Lucifer看似重箭 - 原來 - 原來這個真雙拳號的箭 - 是不分男女 - 通通都要射出這樣 - 好 - 這個時候 - 魔女花到底想對裁判做些什麼 - 是不是想讓他 - 這個 - 欸 - 欸 - 原來從自己的腳拿出了 - 工具 - 文豪 - 直接開始比賽 - 欸這個時候直接 - 真雙拳號進行了壓制 - 非常可惜 - 差一點點就拿下比賽的勝利 - 完全看不懂剛剛的操作 - 哈哈哈哈 - 神操作 - 不曉得他心中是在盤算些什麼 - 不過不論如何沒有成功 - 這個時候真雙拳號 - 想要做一個反扣的動作 - 不過沒有辦法拉到 - 魔女花的身高畢竟也是 - 偏向於比較高的一個狀態 - 魔女花的身高畢竟也是 - 魔女花的身高畢竟也是 - 魔女花的身高畢竟是 - 魔女花的身高畢竟是 應該是這個疼痛感過重 喔 現在魔女花居然使出了一些小技巧 想要壓制真宗全號 不過都沒有辦法成功 畢竟這些小技巧都只能夠瞬間壓制 攻擊力都不高 對 要擋過時機啦 不是 你親切就有辦法拿著 對 沒錯 但是我感覺這個魔女花的地板技巧 好像比真宗全豪好 看起來是 目前看起來是 我真宗全豪選手 都比較不是靠地板技來取勝 都是靠強大的二頭技 畢竟據說這個真宗全豪目前還是單身 所以他的二頭技的力量比較好 對 持續越來越大 單身久了 守的力量很大 沒錯 欸 我們又回到昨天的小胖對大胖 喔 要爆頭了 延續性的軸集 我們很明顯看到Black Hole 並沒有 不是啦 對 沒錯 他的拍機 哇 延續兩下就拍得 哇 拍得Lucifer 會跪下來 拜託 想在泰瑞頭上動土 哎呀Lucifer 是昨天敗了以後 今天不甘願 好 連續閃過三次一個回馬踢 有辦法再繼續前招嗎 啊哈哈 一個飛身的阿里亞特 好可愛 一個飛身的金屁股 很可愛 你看你看 來 飛身的金屁股 我覺得相當漂亮這一招 速的時機也好 是的 是的 挖挖一個TG 哇 果然這個 又要再次針對他的手臂來進行攻擊 是 是 是 不愧是新人寶 相當漂亮的一個攻擊 然後換手之後換上模擬花 能夠繼續保持攻擊嗎 兩個人將身中想要丟到射手 一個 一個後手級的動作 然後 哎呀 再針對大腿內側的一個拉扯 針對如果假設這個大腿內側的肌肉 是比較緊繃的狀態 這招會非常非常的痛 對 會整個拉上的樣子 好 我接下來再繼續針對足部來進行攻擊 然後現在是針對習關節來加壓 這是相當充滿的拉扒 針對這個提型比較重的選手 就是要針對他的角度來做選擇 沒錯 大致也算是提型比較大致的選手 之前有沒有遇過什麼 其他選手會針對 這種類型的攻擊 幾乎是每一場都會 幾乎每一場都行 低空體體啊 或是一些阻力阻力 每一次跟對手 畢竟體型都比較相同 對 除了King Michael 對上King Michael的話就不一樣了 不過對此這樣狀態大致有沒有什麼對策 對策當然就是把重心放低囉 盡量不要讓對手來攻擊你的腳步 因為如果腳受傷的話 對我們移動會更緩慢 你更難攻擊到對手 原來如此 重心放低 然後同時有機會抓到對方就重招 盡量將對方控制在自己的腳步以外 不要讓他們輕易的攻擊到你 弱點 難怪常常看到大致的選手會 使用這個大腳的穿著攻擊 呵呵 也算是一種防疫性攻擊 是啊 是啊 好現在 Break Ho跟這個 這雙拳蛙換手 繼續攻擊著魔女蛙 想要讓他持續的沒有辦法 在換手以及反擊的狀態下 進行比賽 然後對這個魔女蛙進行一個牽制 控制這個比賽的節奏 啊 Lucifer想要換手進來 但是有機會嗎 但是有點難 因為畢竟他們兩個距離還是有點遠 是 我們的這個Break Ho也是 控制住這個魔女蛙 不過魔女蛙畢竟腳長 還是有辦法去勾到繩索 然後繼續做攻擊 將魔女蛙丟到身邊換手啦 這個時候 一樣是針對側腹的打擊 南蛮軍在換手非常喜歡用這一招 我真的很常看到他們 使用這一招來做換手 這也算是古老的招式 是啊 有一個T級 我針對整個背部喔 這雙拳豪很喜歡用T級吧 是 這算是 NTW少數會用T級的選手 而且並且非常愛用 我覺得台灣的選手很奇怪 很少有用T級 比較少 你說以T級為主要攻擊嗎 對對對 比較少 有一個那個 Gaia Hux 他很喜歡T級 各式各樣 哇 現在 Lucifer被裁判 控制住 但是對方一直在犯規的功 哇 居然 果然啊 我們看到黑色藍天 有進場 黑色藍天在下面居然攻擊 這完全是犯規 裁判沒有看到嗎 果然他進場就會有他的功用 變成三打一的狀況 這完全是不公平的 然後裁判卻沒有辦法來自己 裁判的吸引力都被吸引走了 甚至還使用椅子啊 這個時候裁判緩慢的走過來了 裁判同時趕快進行獨秒 不過目前裁判是沒有看到 黑色藍天對於這個模擬花 進行任何形式的攻擊 所以技術上來說還沒有犯規 對 算是南蛮軍的小動作 南蛮軍小動作非常多 不會是跟月亮馬戲團 要交花了嗎 要交花了 花被交了會變大嗎 不會 不會 不會啊 聰明聰明 這個模擬花還是挺聰明的 不會是花 借力使力啊 還可以換點水 要換手嗎 可是問題是沒有地方可以換手啊 他的搭檔根本不在角度邊 好這個時候舉起來一樣是一個body slide 喔 魔女花的胸口相當疼痛 我們再看一次 高角度的一個body slide 摔下去他馬上抱住胸口 現在揭入了弱頭固定 弱頭固定 然後我們剛剛也看到BlackHore選手 還特別把魔女花選手 喬到Lucifer選手的面前 給Lucifer選手看 來 你就是救不到 你就是沒辦法來救 對 是一種心理攻勢啊 是啊 同時又繼續抓他小辮子 欸 魔女花在這樣的狀態下會投降嗎 Lucifer相當著急啊 啊 抓頭髮 對 繼續拉他的小辮子 不過裁判這個時候一直不斷的去制止 不過技術上來說 這樣子不太算有犯規 是嗎 對 因為並沒有 但是我記得這個裁判會做警告 對 裁判會做警告 對 裁判還是都比較趨近於 希望大家可以用珍貴的方式來打 來完成比賽 對啊 其實像凹手指這些 其實也都不是被 沒錯 都是非常灰色地帶的東西 魔女花一時掌握了機會 做了反擊 一個金幣勾 讓這周 哇 重擊 有一個後 針對後腦 應該說後緊的一個 neckbreaker 然後一個 會不會宣示 好 現在雙毛換自己一點點時間 好 現在雙毛換手了 順利換手了 這個時候就是Lucifer選手 這由現在 因為剛剛休息了很久的 體能優勢 進來趕快壓制兩位對手 慘了慘了慘了 不過呢 BLOCKHOLE選手絕對不會讓他得逞 沒錯 馬上掌握了機會 做一個板擊 揮棒落空 哇 那麼漂亮 直接拿真雙弦號去推BLOCKHOLE選手 哎呀 又是一個非常高角度的一個 這個岩石落下的動作 兩秒 哎呀 非常可惜 就差那麼一點點 差一點 就差那麼一點點 2.8秒 對 Lucifer要繼續掌握了攻勢啊 不要停啊 然後這時候 Lucifer選手稍微有點 軟下來了 也不是軟下來 節奏慢了下來 沒錯 看來 你看 馬上又被對方給反擊了 哦 非常漂亮 斷崖式 這個角度 對 斷崖式的這個 neckbreaker的動作 現在兩個人又要死出什麼招式了 直接進行了換手 要直接抓Lucifer嗎 不過Lucifer不給抓 不過這個時候真雙拳號沒有進行下一步的攻擊 而是 正正常常的換手 然後再被魔女花給打下去這樣子 可能真雙拳號有點累了 這個真雙拳號跟BLOCKHOLE的默契不是很好 嗯 有可能 現在魔女花推開的BLOCKHOLE沒有壓制成功 但是馬上又被BLOCKHOLE丟下 死下 BLOCKHOLE 復換了真雙拳號 兩個人要用合體 欸 換手了 欸這個時候馬上又要先換換手 換手之下 魔女花跟 樓下 跟這個BLOCKHOLE纏鬥 欸我們看到這個BLOCKHOLE被抓著捏著胸部 哈哈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固定機嗎 對阿居然拉了觀眾去壓 真的是歐白啦 對 魔女花真的是 打法挺逗趣的 對阿 不按牌裡出牌 在台上的真雙拳號能夠掌握機會嗎 哇 又是一個歐亞 失敗了失敗了 沒有辦法成功 沒有辦法成功 又一個拍一集 喔 scar crushing 非常漂亮 哇 我每次看到Lucifer使用他的scar crushing finale 都是非常漂亮的 哇 相當有默契的動作 漂亮漂亮漂亮 一秒 兩秒 孟車輪的動作翻起來好直接 欸 有成功嗎 有成功嗎 剛沒有注意看到了 沒有看到裁判的手勢 欸成功了 壓制三秒成功了 有壓制三秒 非常順暢的結束比賽 哇 剛剛那個隔離技真的相當漂亮 嗯 用一個車輪的方式把對方整個拉起來齁 同時接上一個雙手鋪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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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也許他們兩個人的默契 將來有機會組成雙打 嗯 都是萌戲 萌戲摔角手 因為這個MDW已經很久沒有雙打團結了 是啊 好恭喜 五女化 恭喜 還要做 一瓶 再一次 打敲 打敲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